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真善美 我是刘祝华 少子化高龄化是台湾社会现在面临相当重要的议题 如何给孩子需要的学习环境跟教材 如何照顾高龄者的生活 不只是物质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充实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的这六个社区 这些社区里的人们不是为了自己如何过得更好 而是为了社区里的小朋友 社区里的老人家 大家携手合作 用社区里的力量大手牵小手 共同创造最幸福的社区一家的典半 首先我们要带您到云林麦聊的杨错社区 这里的居民跟老师们一起投入 来抢救差一点就被废效的杨错分班 小小的杨错分班不但被留了下来 也成了凝聚社区力量最好的平台 这里是麦聊乡下的杨错分班 小朋友在吹泡泡 设计帮老师的车洗车 而在一旁的老师 也乐得把车子给小朋友当玩具 这就是麦聊分校的自然课 那时候学生才一个年级三个 所以全校那时候六个 两个老师一群村民 用自己的力量 扭转了村子里唯一的小学 被废校的命运 全村园徒手整治 比猪舍还不如的残破教室 目标只有一个 游下咖洋错分班 这个奇迹发生在云林麦聊的偏僻小村 神奇的力量不止改变一所学校的命运 也改变了整个社区 赐助而后人助 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将大家的心紧紧拴住 严瑞的暑假刚结束 新学期开学了 这学期杨秀分班两个班级十个学生 营养午餐的时间一到 大家一起列队 骑着脚踏车吃饭去 这里的小学童 午餐吃的不是饭盒 而是由社区的志工阿嬷 为小朋友准备的饭菜 不说你们可能不知道 三年前由于政策的因素 老旧校舍加上学童人数少 教育部一声令下药材病 社区居民不忍心 一二年级的孩子们 每天要穿越车垂马楼的马路 到五六公里远外的本校上课 杨座媳妇吴立林 第一个跳出来 集结村民分工合作 用社区力量抢救这个外人看来 一点都不起眼的小小分拌 后来就要病掉了 然后我们就 就大家出钱出力 也等不起 真的等不起政府的资源 因为所有的计划一定是 核定下来 再到那个就已经是快过年了 我们是留校查看一年了 所以我们就 大家就开会说 好 就不用等了 就是公文去请 那个学校同意我们社区 来营造这些空间这样 师生一起动手 村民出钱出力 杨座分班只有两个老师 不是杨座人 却跟大家站在同一阵线 亲眼见证 参与这校园里的改变 感觉自己就在创造生命的奇迹 整个村庄那一天 天气大概三十多度 礼拜天 整个学校涌进了大批的人 老的小的 反正全村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村庄有这么多人 那两个老师也一起加进来营造 一起游戏 然后后来他们看到社区 这么拼 一直要努力守着学校 然后他们也很认真 变成说后来彼此感动 他们也会很投入 下课也都在那里 然后又周六周日或是凡指教都没有再休息了 就是一直跟社区所有的活动通通是结合在一起的 奇迹是众人一起创造的 杨错分班被留下来了 成了社区里的中心点交叉线 曾经说这里比诸社还不如的长官 看见改变后的一切 也主动捐赠了舞蹈教室的地板 杨错分班的心 肺就在一念之间 这个经验让吴立林深切体认 社区工作必须是社区人主动出籍 不再等待政府资源 吴立林投递企划案到民间企业的赞助计划 成功为杨错争取到经费 投入绿美化工作 这个案子把那个校园丽美化 不过就一点一点变漂亮了 其实变漂亮了之后 你会发觉那个人潮一直进来 可能是人与人之间 那个紧密的关系 还有互助的关系 还有常常见面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 大家共事会更好 杨错分班没有终身 这里的孩子 可以连续上课一个小时都不下课 也可以一直下课一个小时都不上课 上课的教室没有范围 任何村子里的角落都可以是他们的教室 所有的村民也都是他们的老师 那我们就跟他们约好 如果有小猪要白天出生的时候 跟我们说 那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看 这是生命教育的一环 原来猪妈妈生小孩是这样 那我们人妈妈生小孩也是这样 只是妈妈在医院里面 让他们感觉那种出生的那种印象 在小猪鼻里面上的母猪来 这还要几天吗 十天 几十天 他快要真的吗 他快要真的吗 不是 他110天才也十次来 这是每次都会捡吗 不会 养猪场也成了教学现场 最富实战经验的田野教学 是令都市孩子羡慕的奢侈课程 在养错随时随地可以走出校园 取材于大地 就连田边的零头叶 也是孩子们信手拈来的玩具 学校的改变让孩子们 有了快乐学习的空间 社区居民也跟着一起成长 下午孩子们放学了 晚上来这里的换成大人 吴立林请社区大学来开课 陆续成立国月班 书法班 晚上的杨错分班 变成社区成长班 灯火通明热闹得很 杨错人有一点很不错的 就是因为心中有矮 他也不会自私到杨错人 自己想用就好了 就是临近的或是我们舞蹈班的 想要来的通通可以来 为了要教孩子跳舞 吴立林自己到社大上课 再回来社区教小朋友跳 小朋友跳出了兴趣也跳出了名声 越来越多人来到杨错参观 有着梦想家性格的吴立林 想要打造一个舞台 专门给小朋友表演 舞台很快地由社区居民分工合作完成了 站在舞台上为来访社区的贵宾表演迎宾舞 成为杨错的一大特色 丰富多元的教学特色 让现在的杨错分班 成为许多家长梦想中的名校 社区居民的努力有了最好的回馈 而最幸福的就是这群小小年纪的孩子们 有了最快乐的童年 谢谢大家